今天我们要进到雅各书了 雅各书是在旧约里面 智慧文学五本书里面的最后一本 智慧文学就包括了 约伯、诗篇、真言、传道书以及雅各 雅各的作者呢就是所罗门王 所罗门王继真言跟传道书之后 第三本著作呢就是雅各 真言讲的是智慧 传道书讲的是人生 雅各讲的是爱情 圣经中两本书卷有最多的注释书 注释书有就是最多讲解的书呢 就是启示录跟雅各了 这是因为这两卷书的写法 都是比较抽象隐喻 所以比较难解释 的确是要按正义来分解这两个书卷 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雅各的解经呢 其实有非常大的差异 我比较倾向于照着经文的字意来解 避免过多的灵异解经 也就是各家凭自己灵力的感动 灵受来解经 所以我的解经就是认为本书的作者 所罗门王与苏拉密女子的爱情故事 以及他们的心情记录 那这样子呢就比较简单清晰 然而呢 为什么一首情诗 一个爱情故事会被纳入正典 纳入到圣经里面作为正典 被当作智慧文学呢 甚至呢 被当作旧约中最神圣的一本书 我相信这本书的特殊地位在于 它的用意呢 不只是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 而是预表教会跟基督之间的亲密爱情 教会是基督的新娘 是基督的爱人 以爱情故事来引设 甚至歧视神百姓 与基督的亲密爱情 其实是很有歧视性的 所以让我们以所罗门王的爱情故事 预表基督与教会的爱情 这样来理解雅各书 我相信是能带给我们 更亲近神的经历 让我们能够进入与神的亲密相交 那我们来看第一章 在第一章里面 第一段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就是我们与神的亲密 可以用什么来比喻呢 第一节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也就是song of songs 在希伯来文里面讲到说 这个song of songs的意思 就是歌里面的极品 是最好的歌 所以接下来呢 几节就是女主角的独白 我们今天会看从第二节到第七节 都是女主角的独白 那在这一段里面 就是要表达他对爱人的渴望 第二节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所以我们与神的亲密 可以用什么来比喻呢 就是爱人之间的爱情 就像这个女主角说 渴望他的爱人 能够用口与他亲嘴 与他非常的亲密 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神对我们的爱 基督对我们的爱 就像是爱情一样 而且是比酒更美 更纯的这个爱情 第三节 你的膏油新香 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所以众童女都爱你 我们看到在这地方 我们也可以预表 就是基督的名 基督的名是何等的美好 当我们想到耶稣的名 我们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温馨 就觉得他的名 好像膏油一样的新香 所以呢 是非常的吸引我们的 传道书第七章第一节 里面讲到说 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 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 所以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 神的美名 基督的美名 是比那吉乡的膏油 还要更好 第四节 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愿基督吸引我 愿基督吸引我们 我们就要快跑跟随你 这个是很美的 我也是在祷告里面 常常要去与主亲密相交的时候呢 我会用这个经文来祷告 愿神来吸引我 我就要快跑跟随你了 然而呢 我们在这里方 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跟神的关系呢 不是是等着他来吸引我们 其实不是被动的 应该是主动的 因为在另外的经节 你们讲到说 我们亲近神 神就与我们亲近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主动的来追求神 当然 我们看到这个爱人之间 也是互相的追求 互相的吸引 所以呢 我们一方面 我们一方面也是 需要神来吸引我们 我们就快跑跟随他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亲近神 神就与我们亲近了 王带我进了内室 我们必以你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 甚至称赞美酒 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神呢 会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内室 进入他的隐秘处 进入他的 这个跟他亲密的所在 我们在与他的内室 与他的隐秘处里面 必要因他而欢喜快乐 第五节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如同基达的帐篷 好像所罗门的曼子 所以这地方讲到 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描述到 他自己的外表 他的外表呢 是比较有黑的一点 通常的一般都是希望 比较白皙一点的 但是呢 这位苏拉密女子 这个女主角呢 他虽然黑 却是秀美 也就是说 事实上他的外貌来讲 并不是完美的 但是呢 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是他的这个爱人 所看为美好的 在这地方讲到 基达的帐篷 那基达的帐篷呢 通常是用黑山羊的毛皮 去做的 所以这个帐篷呢 其实是黑色的 但是呢 却是很秀美的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 虽然我们有不完美的地方 我们可能也会犯错 也可能不是那样子的圣洁 所以我们虽然黑 可是呢 在神来看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神依旧看我们为美好 所以我们不要 只是在看自己的缺点 不要只是 把这个焦点 就摆在自己的这些 不够完美的地方 我们要知道 在神的眼中 我们却是秀美 而却是秀美 第六节 不要因日头 把我晒黑了 就轻看我 我同母的弟兄 向我发怒 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 我自己的葡萄园 却没有看守 所以呢 他为什么会变黑的呢 就是因为他的弟兄 恶待他 让他去看守葡萄园 这不应该是 女生做的工作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被强迫了 所以呢 他才会常常在日晒当中 就变黑了 那他就讲到说 我自己的葡萄园 却没有看守 他指的就是自己的外貌 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守护了 第七节 我心所爱的 求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牧羊 上午在何处使羊歇卧 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所以呢 他就 女主角的一个独白 就是说 我所爱的爱人啊 你告诉我 你现在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牧羊 那在这地方 我们也想到 其实神也就是我们的牧羊人 所以我们呢 也切切的要来渴望寻求他 我们求他呢 告诉我们 也带领我们 能够进到他的同在里面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也有几个非常美的句子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天父啊 感谢你是这样子的渴望 与我们能够亲密 能够亲近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乐意我们来亲近你 我们就求你吸引我们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都能够被你所抓住 能够归向于你 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爱你 主啊 你的 当我们想到你的爱 当我们认识你的爱的时候 就想到你的爱比酒更美 而且你的名字 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而是何等的新香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带领我们真是能够 进入到你的内饰 我们就必因你欢喜快乐了 主啊 虽然我们有不完美的地方 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 自残行碎 仅行贿 但是呢 我们虽然黑 却是秀美 你仍然看为美好 主啊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接纳 主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